这个是56种明珠 是一位很资深资深红包达人送给我们的 送给我的 所以当我拿到这一套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个是私人的 是他自己印的 对 外面是你有钱是买不到的 所以你看他这边他有印他的公司名字 他有印他的就是说那个什么收藏店 他就是因为还好他孩子也喜欢吃嘛 然后他就是顺便还要买两份 一份是给他母亲 是给另外一个份是给我的 我身边的朋友 也有吉隆坡的 这个是什么12星座 有些Diamond City 有什么Lake City 全部都是他们的 这是青包 所以我盒子我都有摆进去 所以收到2022年 2023年的也是 on the way来 这个是来自沙拉月的一个 对也是同胞胞来的 我拿出来 这个是四张汤 我收到的时候 2021年 我收到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我刚才是说我很喜欢这些 可以保留精怪的 然后他这个可以拿 所以他可以抽出来的 可以抽出来的 嗯 2018年的时候我是真正的开始 然后因为那时候还很新嘛 所以就那时候我就没有去投资去啊 然后看到他开始然后看到有人开始就朋友朋友们互相讲 讲的时候他们讲为什么不要直接去买买啊就就很就很就更快嘛 但是我是觉得用钱买的东西有时候他的价值没有在 因为自己去去去去找红包风的那个那个经验 那个辛苦 那个过程 我们很享受 呃收红包风之内呢 我们是呃我现在参加了那个红包审市团 那个收藏店的话 我们会以那个银行为主 银行风为主 银行的话 比如说有收金融银行或者是保险的 接下来就是就是广场 广场然后一些各大的那些 各大的那些名牌包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饮食啊车行那方面的 啊就是我们都有归类 所以每一每一个行每一家公司我们都有收 对不管你的红包风美还是不美 只要有照牌的有牌子的我们都收 OK啊如果是说不是脏的话是套装的话 我可以就是说像天上的星星死不完 谢谢